星期二 來到星期二,繼續有贏球攻略 由BOBO18當中自家製作節目 當然有我肥蘇和好拍檔,習塞Dino 習塞Dino,你覺得週六、週日的球賽 是否合理心水呢? 也算是合理的,尤其是我最愛的一場球 哪一場? 不斷亂,讓評判開上盤 兼且入球大就神祖 代代平安也算是合理的 也應該是的 但週中當然有其他賽事都值得玩 尤其是一些杯賽、開快車的法甲賽事等等 所以週二我們先來跟大家說三場法甲賽事 尼斯對著雷欣 尼斯近況來說算是不錯的 近五場來說,有三勝一和一負 僅僅輸的那場只不過是作客在杯賽中 法聯盃輸給蒙皮尼愛 但是他們作客也能夠 剛剛那週能夠和了特魯瓦 主場更加厲害,能夠贏了巴黎聖日門 所以這隊球似乎今年一洗颱風 大家都知道,往事他們都是一些鋼斑膽 或者是一些護級分子 相反,雷欣近況也算不錯的 近五場也有三勝一和一負 唯一一場輸球比較意外 不知道是否有流力或意外 零比一輸給伊維欣 聯賽有時的主場挺有趣的 他們對著弱隊也未必穩勝 剛剛那週主場和了比斯特2比2 雜欣這場球似乎兩隊都不頑皮 近期都不頑皮 這場球,你說尼斯挺好球 近況非常之好 當然,尼斯近況是近這七場球 除了法聯盃對著孟比利 那場球輸盤之外 其餘不是走盤就贏盤 尼斯對著盤就挺友好 不過,你就說尼斯不差 雷欣我自己覺得更厲害 作客三連勝 對著巴黎聖日耳門打小兩個之下 都贏了2比1 你說多厲害 不過,雷欣不知道是否還了 間歇性,主場就失準症 對著比斯特,蠢豬 2比2 作客就沒有右炮 都可以的 不過兩班球,你說如果說分數上 不差太遠 自己有三分的差距 還有,今年兩隊有一個成績的改善 源於前線的入球能力比較高 現在尼斯,沒有說弱隊都出一些好球員 阿根廷直的前鋒斯維坦拿茲也有七個入球 另外,巴奧菲阿斯也有五個入球 相對來說,其實雷欣的得分點更多 有土耳其國的艾丁,比杜柏 甚至今年打了一個發洋籍的中場球員 23歲小孩 阿力申特連尼,近期腳鋒相當順 所以這場球我自己很簡單 你說雷欣作客有一定的實力 突擊的能力也相當高 所以這場球我不想太多 就是入球大的 入球大的 兩隊球近方都贏過巴黎聖日耳門 近方都非常適合 入球大又懂得入球 沒錯,這一場之後就要說巴黎聖日耳門 就是他作客去到華倫西恩斯 華倫西恩斯近方我覺得尚算不錯 其實近五場有兩勝兩和一負的成績 唯一一場輸球是輸給前列分子和前列分子的聖衣 其實上一周他也作客和藍石 主場對藍絲或尼姆斯也贏球 主場1比0贏球 其實他們近期的狀況也不錯 排名相也是前列分子 第五位 而且今年他們也一樣厲害 他們的主場真的很強勁 即是未輸過球 八場球有五勝三和的戰績 相信聖日耳門這群球比較反覆 反覆的程度就是在一些弱隊身上會失分 譬如1比2輸給尼斯 也在法聯盃對著聖衣天 8-2分中0-0,然後射十言話說 但近兩場都贏了球 剛剛上周對著伊維恩輕描淡寫 根本就走著來踢 誇張一點說 其實很大把起手 當然既然在莫域、拉維斯 甚至柏斯道理等等都還有表現 但現在分數上跟李昂都相差五分 所以這場賽作下情況下 是不可以再失分 即是巴黎聖日耳門 說真的,真的要打屁股 我還估計今年 PSG不知晨組 拋離幾個州賽事 清王清霸 誰知暫時落後比李昂 落後五分 就非常頑皮的成績 在意料之外那麼差 你說巴黎聖日耳門的近方 剛剛肥蘇也說了 不过这样,对手华伦森斯,虽然近方就近四场球只输一场 但状态不算太好,四场球里面两场球走盘,两场球就输盘 这样的情况之后,再看到华伦森斯近方不是泰斯入球 四场球只入了三球,你知道华伦森斯今年是靠什么呢? 靠食糊,靠入球,曾经3-0大炒阿瑟斯奥,4-1大炒马赛 6-1大炒罗莲安特,表示这队球是靠进攻的 既然近方的入球能力差了在这麽多之下,我会反而撑回巴黎圣日耳门 是的,近方确实是有点下滑的,这件事也无法否认 在季初就比较健碩,近期只可以和球,或者小胜对手 这场球我也觉得无法考虑,而且弱的情况不算太多 圣日门是值得追捧一下,我自己觉得应该都可以去追捧一下圣日门 接着另一场是里尔对着陀劳兹,其实这两队球的实力似乎相当接近 里尔现在回到中游位置,11位,陀劳兹就会高一点 就是第9位,但其实相差只是1分而已 里尔近方也比较一般般,近场赢过一场球这么大 另外两场和球,主场和巴斯帝亚,刚刚那周卓克和索策 其实不收货,另外两场分别是0比1输给马赛 以及在欧联那场离行公司0比1输给华伦西亚 至于陀劳兹方面,其实曾经平地一声雷大炒里昂很意外 但很意外,接着又不会赢球了 0比1输给罗莲安特,以及主场0比林和巴斯帝亚 这班球的特点在于,如果你跟他打对攻,他反而更好踢 相反,要他压着对方来攻,就可能会吃虧一些 杜泰迪奴,这场球似乎两班都是类似风格的 找收突击就很厉害,但是主攻就不太会攻 可以说回李懿,近三场球,不是近四场球,不是近五场球 近五场球,进了一球,差到他 当然不算法联杯,我只算法甲和欧冠 虽然说李懿最近喜欢解决,欧冠就不用你踢了 踢人分組赛,可以专心回联赛 联赛作与疏差,都是一比一打,非常差的成绩 对面这一队球,说真的,陶鲁兹的作客又是非常之差 近四场作客,包括法联杯和李懿那场球,都不入球 既然两队都不懂得入球,不如就入球勢吧 这场球我真的觉得两队都一样,尤其是陶鲁兹近期 除了主场意外地赢李懿之外,其实近三场是一球都没入球 我觉得这场球不妨考虑入球勢 两队的防守能力也有一定的,入球能力也不算特别好 接着转战英超,英超赛事这场就是伸特兰对雷丁 伸特兰刚刚前几天打了一场赛事,被车路士来一个反底 车路士也打得好,那场球也没得否认 伸特兰表现真的一般,尤其是防线表现 比利时国家队门将米勞列尚且表现上算不错 虽然早前有一个比较肉酸的失误,但打得不错 但伸特兰似乎在不少球员的商庭下影响得很大 尤其是我自己觉得中场没有卡达摩亚 防守能力、拦截力相对差很远 与此同时,前线的入球能力又不足 近期要出到年轻前锋,域涵 域涵今年上阵的机会很少 废杀根本的状态似乎也不太好 老章沙夏也放在后备值居多 所以今届来说,新特兰似乎面对一个入球不足的情况出现 整天的入球都是靠斯蒂芬废茶 至于雷丁方面,雷丁近期的赛事 近四场都没赢过,全部都输了 尤其是赛克,赛克他们也不会大炒 刚刚输给修咸顿 但之前也只是0-1,只是输给维拉 但他们也曾经赛克2-3,输给维根 以及主场3-4,输给曼联 整场都是紧负的,真的很可憐 不过说真的,阿肥素 输给修咸顿 输给阿士顿和维拉,丑事来的 这两队球说真的,我不可以说人尽可夫 但这两队球都要送分 就算你赢不到,拿一分也好 谁知道一分也拿不到,其实也算不合格 但新特兰主场也输给维拉 所以,两队球这么异的情况下 入球能力也不算好之下 雷丁本来入球能力不差 之前就不断追大 但近方有见到入球能力时好时坏 不如这一场球,唉 又小 小球 也是的,类似的想法就是 因为新特兰的功力真的一般 虽然他近五场只有一场交派 卷大足正那场球 看到作客的昆士帕欧浪 缩在后面和他斗手 其实他就动不得其正了 几场球还要他们能够破弹 尤其是对着西布朗、车路士 车路士和西布朗都是比较主攻 而且拉开了,比较松懈一点 才让他破弹,或者追近一点 所以这场球我和习塞迪奴的看法都似 不如来个入球勢吧 接着看看两场英联杯的八强赛事 先来一场 诺域治对着亚士东维拉 诺域治很厉害 真是无可否认 这班球近期fit fit到 连作客去到史云斯 一队这么fit的球队都能够赢球 这班球表现相当出色 4比3居然 大家都以为诺域治不懂入球 尤其是作客 都是一球半球的 谁知道 比兴奴整个上半场就领先着 史云斯3比0 最后也能够赢球 至于维拉方面 继续令人失望 其实我们也是中的 因为上星期和盘王杰都说 对着史督城 大家都小了 大家都不懂得入球 最终是0比0 主场和阿仙奴也是0比0 左下和盔士炮浪也是1比1 以及主场赢了雷丁也是1比0 除了0比5 输给曼城那场之外 完全是开勢的 而且入球能力相当差 这场我捧 诺域治 肥素 这场球我也是捧诺域治 诺域治 你说已经连续10场球 是10场球 是赢了盘 10场球赢了盘 你猜是小野 阿士东维拉近方 说真的 不算太差 近4场球 有3、5场球赢盘 但入球能力差一点 一对球 诺域治就会入球 但维拉也不会入球 这样的情况下 诺域治再加上主场之力 我当然捧主队 应该是 捧主队 这些杯赛 这些杯仔 但对于 诺域治的小球会来说 当然要全力增胜 近方相当好 士气相当好 我觉得 曼联去到输得 阿仙奴去到输得 我不相信维拉会赢吧 诺域治 论域治 都连赢五场 连赢五场 成绩对着比较差一点维拉 应该是顺利赢球 看看这一队 有什么顺利赢球 就是巴拉福特对着阿仙奴 不是巴拉福特上来赢球 巴拉福特在八强中 是当次最低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英越的球女 就是第四级的联赛 排名上 其实他们是比较低一点 不是联赛排名 是第四级联赛 他们其实是可以的 今年是在第四位 第四级联赛 对 今年这些球赢球在主场的成绩都相当OK 十一场七胜两和两苦 其实他们阵中 老实说出名的球员不多 但是今年有一位球员值得留意 就是22岁的百慕达国家队前锋 这个球员 其实19场球赢入11球的就是韦尔斯 韦尔斯今年的进步挺大 因为上届他33场才进了10个球 但是他今年打了19场球赢 他就已经进了11个球 所以见到他的进步相当大 当然了 阿仙奴刚刚上星期联赛在主场2比0赢西暴朗 当然有一个问题的12码才出现 就是申迪卡苏那一球 但是估计论他们的表现也是比西暴朗好一点 但是这场球究竟 云家会不会沿用一些年轻球员去踢 大家会记得 他之前那一回合对着雷丁 先用后备球员 跟对方打到平板 接着下半场换回正选 追成5比5平手 而家时最终赢是7比5的 所以这场球我估计 其实阿仙奴由于在联赛 又要争取一些前列位置 所以这场球我估计都会负选出战 即是不会让主力休息一下 这场球阿仙奴毫无疑问过 就会派一些副手出来踢一下 但巴拉福特这一队有点特点 主场就很喜欢先稳固防守 再跟你进球 所以你看到主场1比0拓基联 1比0普利茅夫 对着同级的队伍 埃克塞特结果就输0比1 再之前对着车士打菲特 在主场就0比0 表示这一队的主场就很喜欢先稳固 所以也未必会大败 所以这场球阿仙奴去到 我只认为阿仙奴未必可以大胜 或者就算赢球 都不会入太多球 这样的情况之后 我宁愿又是入球勢 因为你看到上一回合 他们能够作客和了位跟 还要在户舍12碼里赢 其实他们好像习塞天奴所说 根本就会先防守 主场亦在联赛只失六个球 所以竹正看到他们的防守能力是有一定的 当然如果阿仙奴不是用正选的 相对作客和入球能力相对都会差些 这场球我想观望 如果可以看着走地玩就会比较好些 赛前的想法都未必入球大 不过当然要看埃克塞特的取态 如果他是立心跟阿仙奴攻 那就随时开入球大也不一定 好了今天的简短的几场球 希望帮到大家 保保十八当除了看我们赢球攻略之外 还要看我们其他的资讯 当然也有语音赛前分析 也有洞新闻 还有入球的片段重温 还有其他名家的推介 今天时间差不多 明天当然继续有赢球攻略 记得准时上来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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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